不正常 没什么不正常吗 你不知道 凡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 她都做了 买菜 煮饭 管理家务 伺候我这样一个病夫 我是又感激 又惭愧 我哭不出 当然我也笑不出 她呢 一个人会在房里流泪 在人面前没有一丝笑容 她对我只是尽责任 她冷 她越对我好 我越觉得她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但是我不同意你这样想法 怎么 她并负责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你替我劝劝她 你替我劝劝她 我不晓得你们认识 如果她嫁的是你 多好啊 你说得太惨了 并不是你来了 我才这样的 李妍对我好 我明白 结婚的那年 我也逼着我自己喜欢她 后来她病了 人越变越怪 我才觉得空空洞洞的 不知怎么是好 我就只有想你 一两年了 李妍对我 就只成了一种责任 她是我的丈夫 我服侍她 我得死心塌地的服侍她 我心里是你 我又觉得对不起李妍 我又觉得对不起李妍 你叫我怎么办 可又叫我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叫我 除非 走 我走 除非 她死了 我后悔 我心里从没这样想 怎么嘴里会这样说呢 陈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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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麼喜歡跟張大哥在一起玩? 嗯 張大哥在裡邊,你在這兒叫什麼? 誰知道他上哪兒去了? 別那麼大聲叫人,難聽吧 哥哥,你要是看見他,你告訴他,說我找他玩去 謝謝你 弟爺 你是在外面? 我妹妹找你,你們聽見? 爺,我要走了 怎麼?你又要走了? 我在這兒住的太久了,太打掃了 那不行,你還是不能走 進來,我妹妹在找你 來,陪她玩去 好嘞啊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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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三大哥我不会我不跳了 小妹妹 想不到你喜欢唱歌 喜欢舞蹈 你不像是戴姐的孩子了 你大哥不反对吗 他不反对 可是也不赞成 他希望我成一个书呆子 一天到晚在家里念书 好像你们都喜欢到城头上来 为什么 这只有这一处好玩嘛 沿着城前走 就走不完的路 往城外一看 用眼睛死尽往远处看 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 张大哥 在我们这个小城里 尤其是像我们那样的家里 真会把人给憋死的 大嫂每天早上买菜 都要到城头上来走一走的 也许那样能使他心里头松快一点 就是这条松快 使他有勇气再活下去 张大哥你在想什么 你听见我说了什么 听见了 那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你将来也许会成个诗人 或者是哲学家 瞎扯 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呀 我倒是在想 今天暑假毕业以后 我想到上海去念高中 张大哥你给我找学校 我让你跟我找学校 哦好好好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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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 大嫂 今天玩得可高兴的 一身都是汗 是吗 回见了张大哥 没出门啊 没地方去 有点生气吗 没有 我们谈谈吧 我晚上来 有点生气 我看到李延, 我看得不明, 我看得不明, 你也不能够塌子。 行不行啊 我有事 我有话要问你 什么事 今儿个你们俩上哪儿玩来着 在城头上 好玩吗 不是你带我去玩过的吗 看样子 你个妹妹已经很熟了 她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她今年已经十六了 还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 你就带着她满处跑 你们俩还伴着人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懂了 她是李燕的妹妹 我是她嫂子 我得管 那我以后不带她去玩了 那我以后不带她去玩了 没有钱 没有钱 谢谢观看